我可恨的女人 夫君尸骨未寒 自己就穿红带绿的上门勾搭财高八斗的男人 沈宁啊 大沈多谢你这么久以来对我家的帮助 但是你看 你家赵木刚没了 你这寡妇门前是非多 我们家裴员重是体面人 你不要脸面 我们裴家还是要脸面的 你往后别往这边来了 啊这怎么回事 我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我擦 我这是重生家穿越了吗 原生的夫君出征在外 自己不安分手挤 勾搭裴员舟 甚至夫君尸骨未寒 等等 这剧情不就是我前段时间看的小说吗 我记得是穿红带绿的寡妇沈宁上门勾搭裴员舟 结果被告发到李正那里 被李正带人当众进猪笼 名声净毁 最后不知怎么掉了河 结果尸体还被毒鬼爹拿去给人配了迎婚 好凄惨啊 沈宁啊 你还是快些回去给赵木操职丧是吧 对了 他带回来个傻弟弟还没人照看呢 真穿越成沈宁了啊 这情节马上就要成为红杏出墙的破鞋了 要被捉去进猪笼了 不行 我得先度过这节 也是这时 沈宁看到了不远处正在以李正为首的迅速走来的一群人 走 我们去看看 赵木还没入土为安 就跑过来勾搭男人 这该进猪笼了吧 不知廉耻 往事挨往陪家跑也就罢了 如今丈夫刚死 他就按捺不住了 还有没有人性呢 可不就是 赵木找回来了失散多年的赵男 可怜赵男已经傻了 如今什么都不知道 他这个做嫂嫂的不管家里的死人活人 却这般不知羞耻 往别家端 人陪家是读书人家 哪里瞧得上他 不要脸 眼看着群情激愤的村民就要到了 沈宁灵机一动 抬头看向陪母 沈子 我今日来其实只是想跟您说一件事 何事 我心知沈子往日其实瞧不上我 之所以厚着脸批判关系 本是有事相求的 想求沈子他日随陪公子进京赶考时 替我打听我家赵木的下落 可如今 赵木已经回来了 我来便是想跟沈子说一声 往后我就不用再来了 感情这沈宁不是来献殷勤的 这 瞧他哭的这样子 应该说的是实话吧 可就在这时 刚刚在替陪园周 准脉的林语师起身走了出来 好巧不巧地补了一包 沈姐姐这身衣裳倒是艳丽好看 家里要扮丧是他却穿的这般艳丽 可见是个没心肝的 该不会刚刚是在骗人吧 真要在乎赵木 又怎么会在自家丈夫死了的时候 穿红衣 对啊 谁说不是呢 沈宁 赵木尸骨未寒 你却这般花枝招展 德叔 我穿这身衣裳 是因为赵木当初说我穿红衣好看 他喜欢看我穿红衣 说完沈宁就直接小跑起来 他是不是知道我们来捉他万罪想要逃跑啊 走 跟上去 看他能跑去哪里 等到一行人离开后 裴母长舒了一口气 那狗皮膏要终于走了 我儿是要做正院的 可千万不能被那种人赖上 只有李小姐这样的姑娘 才适合娶回家做夫人的 走 我们回家 神神说笑了 哪里来的什么小姐 听说李大人留金做官了 我们语师可不就是官家小姐了 我当初就说什么来着 语师这样的姑娘 就不该做操劳家务这些事 该是金贵享福的命 神神快别说了 裴大哥要笑话了 哈嘎 袁周 你昨日说有什么东西 要给语师来着 金钟不比相言 这玉簪是我奶奶留下的 语师带着去傍身吧 心里小路乱撞的李语师 自然而然将这当做了定情信物 瞬间不好意思起来 这多时不得呀 好姑娘 沈子拿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不许客气 如今袁周未考取功名 多余的话沈子也不说了 但是你记着 往后袁周若是能考取功名 沈子定不许她娶旁人 李语师终于红着脸接过那玉簪 这边陪加一片和睦 另一边 沈宁一路捂着脸小跑回到那破败的家里 直接掀开棺盖 便要往里跳 赵木我等了你快三年 你当初答应我你会回来的 我信你会回来 我等啊等 现如今你却扔下我 我不答应 你看我穿上了你最喜欢的衣裳 你把我也带走吧 留下我孤身一人可怎么活啊 李证和村民追进赵家屋子里 看到这一幕 我不由地动容起来 使不得 使不得 赵木家的 人死不能复生 你可要想开啊 是谁说沈宁作风不正 往后谁要是在乱脚舌根 我绝不会放过 唉 这沈宁也是命苦 从小被赌鬼爹磕待 好不容易被赵木买回家 还没过几年好日子 这就要守寡了 谁说不是呢 赵木不是还带回来了个傻子弟弟 说是小时候走散的赵男 没有丈夫也就挂了 还要照顾吃傻小树 沈宁以后有的骨头吃了 就在沈宁给大家表演哭戏的时候 院子墙角 一扇破就还抱着一只鸡傻愣着的男人 眼神忽然变得灵律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抱着一只大公鸡的傻子 居然是大宣战神 病亡萧南慎 萧南慎因受伤后毒素入脑 所以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上次清醒的时候 那个女人对自己的丈夫冷漠无 可眼下 她却又哭得那样撕心裂肺 这村妇的演技可谓是炉火纯青 赵木临终前托我照顾她的家中妻子 可这般放荡的村妇 属实配不上我那中勇的不傻 凭借着一场奥斯卡级别的表演 沈宁成功从差点被进猪龙的爬墙寡妇 变成了对王夫情深义重的真洁烈妇 太显了 挺稳度过 真是家图四壁啊 这原生每天只恋记着裴公子 再裴家当牛坐马 连自己家都不知道收拾 还是先回房间把衣服换了吧 不宜会换好粗不异常的沈宁坐在镜子前 这原生真是漂亮啊 今年才十七 还不满十五岁的时候 就被好赌成性的父亲 卖给了老十八教的赵木 唉 当初我得的是健动症 到最后连喝水推咽都做不到 可现在 这样的健康 充满生机与活力 对我来说是恩赐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就在这时 外边忽然传奇想动 还有人 应该是赵楠吧 听说是赵木临终前 找到了幼时失散的弟弟赵楠 还是他将赵木的尸身带回来的 说是赵木在村子不远的地方 咽的最后一口气 若非如此 一个傻子 恐怕怎么也找不回来的 沈宁连忙出去 寻着声音进了厨房 一进去他就看到一道黑漆漆身影 正蜷缩在灶台边 根据记忆 从昨日他俩回来 袁绅就没管过这个小傻子 这时应声声乐了一天一夜 说不定饿得更久 非但如此 袁绅昨晚在看到赵楠的时候 还满脸嫌恶让他滚 也难怪对方这么怕他 阿楠 别害怕 我是你大嫂 这赵楠看着都二十多岁了 比我都大 乖乖的 算了 还是先做饭吧 我也饿了 想起来 院子里还有鸡舍 沈宁便准备去拿几个鸡蛋 看到了没了头的公鸡 沈宁傻眼了 我的公鸡啊 不一会儿 沈宁便做好了饭 说是做饭 其实就是热了一下窝窝头 煮了三个鸡蛋 吃完饭后 沈宁才注意到赵楠腿上的声 阿楠 你受伤了 我给你包扎一下吧 随后沈宁便将赵楠带到正屋里 让他坐下 然后一顿操作猛如虎的青窗 只见小傻子居然一声不吭 且一动也不动 看这伤口 明显就是剑伤 还有毒 鲁剑伤 谁会对一个傻子用毒 等等 腿伤 吃傻 这不是书中提到 锦庸帝肖南辰早年曾遭人暗算 裁了一条腿 解毒发入脑神志不清 危难关头 北下属以兄弟身份藏欲相掩 恰好被同村的女配李语师救治过 而女配李语师 如今就在青园村 人物 特征 地点 全都对上了 摩擦 也就是说 眼前这个脏兮兮的傻小子 就是未来大宣朝的主人 锦庸帝肖南辰 后悔死了 刚刚应该给他多吃几个鸡蛋的 这条大腿太粗了 我得好好抱着 这可不是我贤平爱父 主要是我同情伤患 这个女人喝了一口柳树皮水 紧接着就嘴对嘴 喂给了脏兮兮的男人 而男人立马睁开眼大喊 回礼了 回礼了 原来这个男人是未来的皇帝 接上级 这小傻子原来是书中未来的锦庸帝肖南辰啊 因为早年锦庸帝一条腿落下伤残 且身体底子坏了 最后霸易未成身先死 看来他的伤残怕就是这会儿脱坏的 肖南辰登基后将赵木追风中勇亡 视若轻胸 既然如此 那我这个大嫂若是在他落难时就知照顾 同甘共苦 日后我岂不是能在整个大宣朝横着走了 肖南辰看着傻笑的沈宁 心里疑惑起来 这个无耻的女人笑什么 夸了颠一样 毕 哦不 阿南 大嫂会给你吃好腿的 很快就不疼了 谁是大嫂 我是你大嫂 你年纪小 我年纪大 得得得 是不是只要是个男人都觉得自己大 我看你这会是脑子进度速了 又神志不清了 晚上你怕是要烧得厉害 一会儿我去糕点柳树皮给你熬水喝 沈宁悉心地为肖南辰处理好伤 带他停停休息回去便走了出去 到了晚上 肖南辰果然烧得胡言乱语起来 呀这么烫 你等着 大嫂赶紧给你喂柳树皮水 沈宁赶紧从桌子上端来了柳树皮水 喂给肖南辰 可怎么也喂不进去 烧成这样也喝不进去啊 算了 一不做二不休 老娘喂给你 说吧沈宁便喝一大口柳树皮水 嘴对嘴喂给了肖南辰 在沈宁一晚上的照顾下 肖南辰终于退烧了 等到肖南辰再次睁眼已经日上三杆 外边声音吵杂人来人猛 他意识到这是村民在给赵木办丧事 等等 那个女人 昨晚到底做了什么 不仅对别的男人献殷勤 没想到对自己的小叔也做出这般下作举动 世上怎会有如此放荡无耻之辈 肖南辰混乱的记忆 让他只记得自己不是年轻的 完全不记得那是沈宁在给他喂柳皮水退热消炎 此时沈宁正在外边操办丧事 我命苦的闺女啊 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啊 可怜啊 实在可怜啊 这就是将袁深卖给赵木的毒鬼爹沈大年 在村里人的帮忙下 顺利将赵木下葬 沈宁也顺势哭了一场 算是圆了昨天那场戏 回来后 沈大年把他溜入习路座 再责任的飞起 沈宁也不愿意搭理他 此时弟弟沈青伯走了过来 姐 是袁深的弟弟沈青伯 这个弟弟从小就身体不好 去年好像去参加科考了 回来后重病一场 身体一直没有好利索 青伯 有事吗 姐 往后姐夫不在了 你照顾好自己 这些钱是我攒下来的 你拿着吧 沈宁顿时一愣 一股莫名的温暖涌上心头 沈宁伸手接过钱袋 如今赵家还有人 虽然吃傻 但总归是男丁 日后若是有事 你让人给我烧话 没事的话别回家 说完 也不等沈宁说话 沈青伯便转身离开 没事别回家 好吧 我也没打算回去 关于那个所谓的家 原生并没有什么美好的记忆 不过这弟弟倒是不错 不一会丧事已经到了尾声 沈宁走进厨房 几个大娘正在摆弄 左邻右舍借来的碗笛 剩下的饭菜几位 沈沈分了带回家吧 这又不好吧 沈沈们辛苦了一整日 我十分感激 况且天气渐热 这些吃的也放不了 剩下的也是浪费 那就多谢赵木家 多谢沈娘子了 几人分了吃时候 离开时还不忘替沈宁 将厨房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沈宁则端了一些饭菜 去了隔壁的猎户道房家 根据原生记忆 和邻居家关系不错 俗话说远亲不如敬铃 多走动走动 莲儿嫂子 我是沈宁 来给你送些饭菜 沈妹子 你家的是嫂子听说了 哎 妹子你要想开些 嫂子没能去帮衬你 实在是不好意思 嫂子还在院子里 我哪能不晓得是 我知道 赵大哥不在 给嫂子端了点饭菜过来 莲儿文言又是意外又是感激 赵统去打猎还没回来 给他准备的食物也不剩多少了 生了孩子正是饿得快的时候 沈宁就雪中送炭来了 真不知道要怎么谢你了 嫂子快别客气了 片刻后 沈宁往回走 刚走到院门口 就看到对面一道滚圆的身形 雕雕的快步走近 宁宁啊 大娘来给你帮忙收拾打扫了 不是我跟你说啊 还是自家人靠得住 旁人哪管你办完丧事 家里是不是一团乱的 说话间董春花进了院子 就直奔厨房 留下了一脸猛逼的沈宁 来帮忙 咋就不理我呢 剩下的那些饭菜呢 我刚看到好几个人 端着饭菜回家了 那几个帮忙的沈子分了 带回家了 你怎么能这样啊 我可是你大娘 咱们是自家人 饭菜都不给我留点 你会不会做人啊 大娘 今天洗菜切菜做饭可没见着你帮忙啊 剩下的饭菜我不给帮忙的大婶 你说给谁啊 远近不分 胳膊肘往外拐 你男人没了 往后你个寡妇养活个傻子 还不是指望王家撑腰 这么不会做人 以后有你吃苦头的时候 白眼狼 差点加了我 你这个丧良心的死丫头 到了晚上 听到萧南慎房间里的声音 沈宁赶紧跑了过去 我的筋大腿啊 肚子疼 哪里疼 你平躺着 告诉我哪里疼 沈宁像以前当医生查房那样掀起她的破衣服 伸手轻轻按了暗胃和肝脏 这两处疼吗 在古代男女兽受不亲 沈宁这样子掀开她的衣服 萧南慎便觉得沈宁是个荡妇 这个荡妇 果真连傻子都不放过 你做什么 好像不对 我说腹痛 然后她才这么做的 可无论如何 孤男寡女 她居然掀了我衣服一路往下摸 真是不要脸 你出去 赶紧出去 好吧 这阿南是不是神志又不清楚了 忙了一天 躺在床上的沈宁总算能静下心来 好好想想以后的生活 这一场丧事下来 手里的银子基本上 花了个一干二净 一个寡妇 没钱可太难了吧 好不容易重活一次 我当然想活得更好 所以 首先要做的 就是赚钱 然后抱紧阿南的大腿 就在沈宁做着黄粮美梦时 沈大年正暴跳如雷 因为 沈清博居然弄丢了 她脖子上的偿命锁 那是沈家唯一值钱的东西 清白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身子弱 那把锁是给你压命的 那么大一块银子 早知道老子就自己化了 给你这个倒霉 没有短命的家伙 叫你平白浪费 刘翠云一向没弱 可听到丈夫骂儿子短命 顿时急了 扑上去的情形 沈清博坐在那里 面无表情 其实那把锁是 她卖掉了 换成了碎银子 给了她姐姐沈宁 三年前 当她得知沈大年 卖了姐姐给她治病 她就觉得对不起姐姐 第二天一大早 沈宁给萧南盛留了些吃的 然后在隔壁猎户赵统家 借了弓箭 直接进了青原山去打猎了 别的老虎都去三公 而这只老虎却跪起 沈宁收了她 甚至一头状 这波操作看得很容易 一愣一愣 我擦 这打猎哪有那么容易的 只怪当初看得 种田文太不靠谱 女主轻易就能获取猎物 难道我就要交代在这里吗 沈妹子 别怕 我赵统来也 赵统大哥 威武 您就是当时武松啊 谢谢赵统大哥 今天要不是你 我这小命可就扔在这里了 沈妹子 不打紧 我打猎在外 要不是你给莲儿送去饭菜 她是他们娘俩都要落坏了 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 话说 你姑娘家家怎么出来打猎啊 没想到还打了头野猪 原来沈宁刚埋葬了丈夫 家里继续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给受伤的肖男胜买药 这才不得已来山里打猎赚钱 刚开始运气好 打到了一头野猪 谁承想紧接着就碰到了老虎 这才发生了开头一幕 想不到往常被村里 指指点点的沈妹子 竟如此重情重义啊 为了给吃傻小叔子看病 竟独自一人来打猎 赵统的话让沈宁欣喜不已 因为沈宁的原生 本就是放荡女子 这下有了村里更多人的宣传 沈宁的名声也会越来越好 赵统大哥 看您说的 给小叔子看病天经地义 亦不容辞 可惜这大虫了 皮猫卖不了高价了 其他倒能卖个好价格 沈妹子 咱把这大虫拉去县城卖了 你我对半分 谢谢赵统大哥 能有钱能给我王抓药治伤了 救治未来的皇帝 这等工业肯定能保 我未来吃香的喝辣的 随后沈宁便和赵统 赶着罗车将大虫和野猪 一起拉到赶往县城 大老虎 猎户 小寡妇 这样的配置随后 引来了不少村里人的议论 哟 这不是我们村卖给亲缘 做那小寡妇吗 孤男寡女的进城去啊 啊 这不是石河村的胖大娘吗 走路上还是眼神 往男人身上飘啊 子子 刚没了男人 就往男人身边靠 可真是离不开男人啊 一句话不停的男人男人 到底是谁离不开男人啊 哟 被戳到洞角极辣之事 哎 好好走路上都要被狗咬 哥谁谁不挤啊 你说谁是狗呢你 我说狗 你们急什么 最终 那几人拜下阵来 气呼呼瞪了眼神明 就离开了 怎么这就走了啊 不一会儿 到了县城门口 赵统便通过自己的路子 将大虫卖了一百两 野猪也卖了五两 平分银子后 两人决定去采购物资 便相约一个时辰后 县城门口集合 沈宁的前身是医学博士 擅长中西医 因此去医馆买了套针酒银针 抓了肖南慎需要的药材 为了给肖南慎补补身子 沈宁路过荣康记 就打算去买几斤红糖 伙计 白砂糖有吗 便是有 你买得起吗 话说为什么沈宁要问白糖的价格 原来刚进荣康记 他就看到了红糖和白糖的价格 红糖一两银子十斤 而白糖十两银子才能买一斤 作为前世的化学博士 红糖变白糖可太容易了 沈宁从中发现了巨大的伤机 我在好好问你话 你是犯了什么病了吗 哼 你在这里装腔做事拿人消遣 我还要给你好脸色不成 我整的就是消遣你了 白砂糖是锦翘东西 整个大宣朝一年才有多少 分到杏州又有多少 更何况是小小的平民县城 你不是在装腔做事消遣人 又是做什么 没想到白糖这么紧俏啊 那我岂不是要赚翻了 小哥误会了 我不是想买 是我家亲戚得了几斤白砂糖 想要卖掉 当真 当然了 要是真有白糖 我就能做主了 让等白砂糖八两银子一斤 四等的六两一斤 一言为定 称交 掌握财富密码的沈宁 兜兜转转好几家商铺 买了十斤红糖 再买了一些零碎就赶到了城门口 坐上赵桶的车子便打算回家了 看到人来人往的现场 穿越的沈宁不由地感叹 真好啊 上一时被剑洞正折磨坏了 灵了没想到还能重生来 可得好好生活啊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 没多久就遇到了讨人闲的董春花 哟 这不是赵猎户 太巧了太巧了 把我也捎回去吧 说吧 董春花便自来熟地跳上了车 宁宁啊 不是大娘说你 刚办了丧事 就你家那样 还有闲钱逛县城呢 买什么了啊 说着 董春花就直接伸手巴拉罗车上那堆东西 被他巴拉到了一包红糖 哟 买糖了 哪来的银子 买这么多吃的碗嘛 也不说给大娘分 那是我家的 再乱碰东西就下去 邻里邻居的 看看都不行 那男人小气的 嫌赵大哥小气 大娘你下去 别搭他车 争口气呗 大娘在这也是为你好 不然 你们孤男管女的待着 被人看到要传闲话的 一路都是人 能传什么闲话 谁乱嚼舌 跟我把他舌头拔了 董春花知道赵同事的狠人 终于闭嘴不敢再巴巴了 路过董春花家里时 董春花跳下罗车 道谢后就走了 就在罗车要到家时 沈宁看到了几个人 围着萧男神 在捉弄他 赵男 那是烧饼 快吃快吃 这赵男怕不是个傻子吧 这是赵男起身要走 沈轻松在前面拦着 哎 傻子你干嘛 不准走 看小爷打不死你个傻子 说着沈轻松拿着棍子 往萧男神头上打 沈宁身前伸手挡住了 砸向萧男神头顶供 住手 沈轻松 你们几个竟敢欺负我家赵奶 明明啊 哥这是替你教训这傻子呢 用你多事了 滚 轻松 轻松玩回家了 算你们运气好 说完 沈轻松就带着几个狐朋狗 由扬长而去 这沈轻松是董春花的儿子 果然有什么样的妈 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沈宁将萧男神扶起来 这才看到他摔破了额头 阿南 是不是很疼 走 回家 我给你爆炸 随后萧男神跟着沈宁回了家 绕筒帮他把东西卸到了堂屋的桌上 就直接回家了 沈宁给萧男神包扎头上的伤 这可得好好处理 毕竟以后是要做九五之僧的人 额头要是留了八就不威武了 你力极大 之后要实在有人像刚刚那样欺负你 你就打回去 不用怕 嫂子给你撑腰 这时候的萧男神恢复了清醒状态 刚刚这个女人挡住了砸下的棍子 不顾自己的伤 反而先给我处理 看着是个贤惠的女人 倒也不像是个放荡女子 难道她变了吗 男人是未来的皇帝 不要遭人剿菜 部下以硬相救 将其藏于家中 奈何男人中了毒 神志不清 部下妻子为了救她 将其扒光 用银针将她扎成了刺猬 阿南 我要给你扎针疗伤了 不疼的 此时萧男神还处于吃傻状态 傻傻地回应的 不扎针头 手子坏坏 我王真可爱 沈宁心里打去 手上却很稳 很快 萧男神就被扎成了一只刺猬 沈宁沿着穴位一路往下 最后一处穴位在尾锥 她随手要将那扑腰往下拽 可刚一动 手腕就被抓住了 住手 要再尾之落针 放心 不看你屁股 经过刚才的扎针 萧男神逐渐清醒过来 萧男神从未有过这般狼狈的经历 下意识想要动 可刚一动 一巴掌就打到她屁股上 不许动 萧男神整个人都要羞死了 就在这时 她喉咙默然涌出一阵憋门和腥胃 有用 这女人的医术 似乎比我想的还要高明 原以为自己这条腿肯定是废了的 可现在 数日没知觉的伤腿传了一阵刺痛 而且 刚刚那口黑血吐出来 一直憋门的胸口都松开了不少 阿南趴着别动 我待会儿给你拔针 看在你还有用的份上 且让你多活几日 萧男神此时还认为 这个女人是背叛她属下的风流女子 半个时辰后 沈宁给萧男神拔完了针 临走还不忘拍了在萧男神的屁股 好了 阿南 你好好休息 嫂子去这堂了 这个风流女人死定了 沈宁根本不知道萧男神的心情有多么复杂 自顾自的来厨房开始制作白糖 将红糖倒进锅里开始熬煮 等红糖变成粘稠的糖浆后 将其倒入塞满稻草的漏斗里 接下来 用搅拌均匀的黄泥汤 一点一点的从红糖上淋了上去 随着漏斗里的黄泥水 决见下矣消失 白色的结晶糖露了出来 成了 十斤的红糖剔除砸之后 制成的白糖有七斤多 也就是说 一两银子买来的红糖 可以卖七十多两银子 这不比打猎来的轻松多了 果然 知识就是财富啊 随后 沈宁将白糖收到柜子里 就洗漱睡觉去了 没想到天快亮的时候 她被落到脸上的冰凉雨水砸醒了 不了个去 房顶漏雨了 幸好白糖放在柜子里 沈宁抬头看了眼 还在漏水的屋顶 叹了口气 在炕上放了个瓷盆接雨水 幸好雨不大 不然这房子怕是要塌了 这原生明知人家瞧不上自己 还死其白赖献殷勤 两年多银子都花到别人身上 连自己家屋顶漏雨都顾不上理会 沈宁无奈地摇了摇头 吃完饭后 就来找李正准备修缮房屋 得书 我做了点糖馅烧饼 给家里人尝尝 糖本就是好东西 而且还是白面烧饼 李正原本威严的面色顿时缓和下来 往后没了赵木 你的日子怕是不好过 还是要请简直加些才是 等俩人客套完 他就说明来意 请李正帮忙顾些工匠 算起来 老铁那伙人给石河村盖房子的活计 恰好今日便收尾了 这样吧 我跟他们说一声 刚好接上你的活 谢谢德叔 但是工钱是要提前说清楚 老铁和他带的那些人 手上活计都不差 在石河村 一天是32文钱 我给38文 请他们辛苦点加快速度 这价钱他们肯定没话说 你先回去 我晚些时候 话没说完 又是一道身影走进来 原来是陪人中母鸡 赵老哥在家呢 沈娘子也在呢 赵老哥 妹子来选你帮个忙 可别搭理沈宁了 别又死气白来缠着我了 原来陪母居然也是来找李正帮忙 故人修房子的 这倒是真不巧了 方才刚答应了沈 咱们附近手艺好的就老铁那伙人 你要选他们那就等 等沈宁家的活干完 老哥哥这哪能等啊 房子都漏雨 影响我家圆州读书了 那就寻旁人 白家村的张生那伙人 他们干活是不是不如老铁 你得也不想的 换人也不乐意 那到底要怎么办 倒也简单 沈娘子应该也不着急 不像我们圆州要抓紧时间问书 不然就先给我们干 完了再去沈小娘子那边 事情总有个先来后到 嗨 只要沈娘子答应不就完了 你说能沈娘子 裴母压根没觉得沈宁会拒绝 毕竟这两年多 沈宁对她都是言听计从 别说让他们先修缮房子 便是让沈宁自己来给他们盖房子 估计她也会一口硬下 不行咯 我也着急呢 没办法绕你们 沈娘子出多少工钱 38文 怎么了 这样吧 我出42文 老哥哥替我问问 看老铁他们愿意先给谁家干 这这 正在李正不知如何开口时 沈宁一句话让裴母傻了眼 原来沈子已经这么有钱了 那什么时候把欠我的银子还了啊 什么 什么时候欠你银子了 随后沈宁便将这几年来裴母 向她借钱的事情一桩桩 一件件清清楚楚的说了出来 沈子 一共十二十一两三钱 我也要修房子了 您不差钱了还是把银子还给我吧 完了 她都说得那么清楚了 也不好赖掉啊 沈子刚当那般大气台家抢工匠 想来定是不差钱 怎么 莫非是想赖账不成 听说裴公子要与李家姑娘一清了 李家伯伯重了竟是要做官 自然不会缺银子 若是沈子没钱还 不如我去问问李姑娘愿不愿意替未婚妇还债 谁说不还你了 刚不是才说完这边的事 本就想与你说的 你倒是等不及这一时半刻的 不 两年多了 沈子一次都没提过 也是 怪我没耐心 连第三年都等不到 裴家妹子 那这房子还修不修了 不必了 我们也不是那么着急 便让沈娘子先来吧 说完 裴母便转身 匆匆转身要走 那我现在跟沈子回家拿钱 拿了钱来给德书 预父修房子的钱 你来就是了 喊那么大声做什么 沈宁也不在意她的态度 笑咪咪跟在范如身后 遇到人打招呼便扬声回道 早啊容沈 我去陪家 陪家沈婶还我银子 让我跟她去取 三大爷早 我去陪家 沈子让我去拿当初借给她的银子来着 嗨 我说不及她非要现在还给我 一路走过去 半个村子都知道了 裴母欠了沈宁银子 今日要还钱了 等到了家 裴母冷着一张脸回房取钱 裴元周正要出门去献学 看到沈宁 顿时皱眉 沈娘子可是有事 哦 没别的 沈子要还我银子 我是来拿钱的 给你 往后我们之间所有往来都清算了 你与我陪家再无干系 好不容易哭穷异常从雨时那里借来了三十两准备修缮下房子 结果却差不多都被这寡妇拿走了 真是可恨 若非元周往后要科举 名声要紧 不然这般轻易给她 往后 沈娘子无事就别往我家来了 那是自然 钱还清我就心满意足了 也不指望沈子这样的人还能记着我两年多的帮扶 往后不来往便不来往吧 说完 沈宁转身静止离开 裴母脸色铁青气的转身碰一口转上门 这个姑娘明明妖缠万贯 天天不住在别墅 反而要修补她的破房 沈妹子 这屋子漏雨是因为太久没有修缮了 实际上房屋的墙壁和木料都还是很结实的 修理的话十天就能搞定 那就行 凑合着住十天就是了 我还想改造一下房屋 这是建设图纸 沈宁对厨房和厕所也做了改造 让木匠做几个小东西以及一个大水桶 准备给自己做个简易水测 化粪池就放在后院 恰好后院有两片菜地 可以用来浇菜 沈妹子放心 完全没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 沈宁给萧南慎做好了饭 便带着那些白糖前往县城 算起来 这些白糖能卖六十多两银子了 房屋修缮下来 十两银子绰绰有余 还能剩下五十多两 不行 钱太少了 还得继续赚钱养我王 不一会 到了县城沈宁拿着白糖进了荣康祭 你还真来了 我说了三月后来卖白砂糖啊 来来来 贵客里面说话 贵客您先喝茶 我去请我们掌柜 火机拉着沈宁进了房间 沈宁坐在了凳子上 白糖放在桌子上 掌柜的 贵客在这里 是这位姑娘要出手白砂糖吗 都在那里 掌柜的可以验验货 开架吧 不是说把两银子一斤白糖吗 是这样没错 不过姑娘的白砂糖品质很好 而且这么多货 这样吧 你这些白砂糖应该不到八斤 我付你八十两 如何 那就多谢掌柜了 是我该谢你 这是稀罕货 我叫苏莲一 王后姑娘若是还有白砂糖 有多少我要多少 沈宁知道这白砂糖十分稀罕 要是别人知道了红糖变白糖的法子 恐怕会有麻烦 为了保护萧南慎 她可不想多生事端 哪里还有呢 就这些还是金钟亲戚给家中长辈的 姑娘以后但凡有什么稀罕东西 都可以来寻我 我定给你公道的价钱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苏掌柜 我叫沈宁 就在沈宁和荣康记掌柜苏联衣交易的时候 两个骑马的身着黑衣的高大男人 戴着满身风霜 中的青年车 什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那么多的尸体 马踏火烧的 哪里还能看出本来样貌 不是都找到尸身了吗 迪娜位的身份地位和身旺 生死自然非同小可 罢了 让找就找吧 反正几路人马也都是走个行事 盔甲都寻到了 尸首自然是纳威 还能是旁人不成吗 可不就是 赶了一晚上的路 寻个人家吃顿早饭就回吧 到时就说没什么线索便是了 老乡 我们路过此处想买些饭时 不知道能否行个方便 村里很少看到这样的高头大马 而且这两人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被问话的村民不敢拒绝 再加上还点银子 便是连升阴云 咦 这是谁家的马 给我滚蛋 沈青松顿时就想骂回去 结果看到对方人高马大体一身黑衣 身侧还配着剑 顿时就怂了 一句话都不敢说 只敢嘀咕着和同伴扭头 刚走出几步 看到对面坐在院门口的萧南胜 顿时找到了出气筒 那臭傻子上次还敢打人 走 好好教训教训他 一众混子嘻嘻哈哈 冲过去就要顾忌虫师欺负萧南胜 藏什么呢 拿出来 旁边人冲过来想按住萧南胜 可这次 萧南胜记者史明说的忘回手 赢个来人就一头扑上去 和对方撕打起来 不会很快就被按倒在地 跟一群野狗一样 老七 你看 快看 那个人 像不像 太像了吧 那张脸真的像极了 可两人看着那衣着 简陋行迹狼狈的男人 根本无法相信 接着便将屋里的村民叫出来 那边那个被按住的男人是谁啊 那是我们村的罩男 是个傻子 原来真是村里的人 还是个傻子 两人松了口气 可依然满心惊意 毕竟 世上怎么会有声的如此相像的人 因为 原先两人在定王萧南胜麾下 待过两个月 见过好几次他 这个傻子 居然和定王生的如此相像 随上他 眼见傻子从两人身侧跑过 近距离之下 那张脸更是相像 唯有那惶恐又带着凶狠的懵懂眼神 与定王殿下截然不同 那位英式狼狗 哪里会是这般懵懂无害 不过保险起见还是确认下的好 我们与傻子开玩笑 干你们什么事 给我滚 滚就滚 谁怕谁 沈青松可真是个 欺软怕硬的家伙 萧南胜像是被冰到了一样 一路往前跑进了山中 眼神顿时凌厉起来 他看到杀手出来的时候 就清醒过来了 那俩人大概率是认出我来了 看他们意外的模样 应该不是有什么线索 而是碰巧遇到 毕竟 信州这边和当初初世消失的地方 南辕北辙 无论是想杀我的 还是想找我的人 短时间内都不会想到往这边来 所以 直接将他们解决掉的话 应该还能安生一段时间 很快 那两人骑马跟进山里 却不见萧南胜的供应 此时领分四起 忽然觉得有些名 忽然回头 两人齐齐几倍发寒 另一边沈宁下了牛车 拎着东西回家 可到家后却发现萧南胜不在 从公教那里得知 是沈轻松带人捉弄萧南胜 沈宁直奔沈轻松家而去 沈宁啊 有事吗 沈轻松 你把阿南弄哪里去了 那傻子自己跑了 谁知道他去哪儿了 你可没副银子 让我给你看着那傻子 嘿嘿 说不定跑进山的大虫到了去 是你到我家打的人 现在你给我去找 找不到我把你也拽去喂大虫 哎 你这死丫头 你做什么 我真没藏他 他哪回往山脚下跑去了 对了 那两个奇大马拿着刀的家伙 好像追过去了 说不定是他们把伞子散了 沈宁动作一僵 猛然想起来书中提到的一个情节 书中讲的是有杀手路过 恰好看到萧南辰 结果萧南辰将杀手引入山中 以伤病之躯反杀对手 然后伤众垂危 恰好女配李雨时 一大早去采草药的时候 遇到了昏迷中 奄奄一息的萧南辰 救治了她 这才成了未来锦佣弟的救命恩人 不行 我得赶紧去找 死丫头 你小心点 好 气氛高下 也决生死 都怪我大意 援助中萧南辰最终成为了锦佣弟 我就觉得没什么危险了 谁从想还有杀手袭击这件事 这要使出了事 或者被李雨时救了去 这可损失大了 算了 赶紧找人吧 没过多久 沈宁在一片叶子上看到了血迹 心里立刻意识到可能就在附近 阿南 原本沈宁只是试探 却没想到精意外找到了 大嫂 听到萧南辰的声音 沈宁松了口气 快不找了过去 就看到萧南辰躺在一个巨石下 终于找到了精大腿啊 阿南 你没事吧 大嫂 我疼 沈宁这才看到 她满身血迹 胳膊上更是一道血肉翻卷的伤口 明显是力气所伤 唉 来 我背你 萧南辰像是下草 连忙趴到她背上 沈宁咬牙发力 然后就 怎么这么重 捂了个娘啊 八嫂 你怎么不起来呀 我是不想起来嘛 你跟坐山一样镇压着 大嫂做不到呀 第二次 沈宁做好了准备 勉强将萧南辰背了起来 一步步往山外走去 大嫂 我害怕 怕什么怕 大男子害 沈宁想到原著中锦庸弟 后来给李雨时这个救命恩人撑腰 于是他在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 也不忘给自己画一个未来富贵的大笔 无论怎样 我都会照顾你 保护你 阿南 你要记着 我们已经是相依为命的家人了 你要记着 一定要记着啊 此时沈宁不知道的是萧南辰这时候清醒了过来 这女人当初叫我滚 如今这般殷勤 都累成这般模样还要背着我 这一切都是从那晚趁我昏迷时 对我胡作非为后开始变化的 果真是个风流女 竟想着这些事情 山路崎岖 草木丛生 背上背着一个人 沈宁的脚步越来越沉 夜色逐渐变浓 山林中响起了阵阵狼嚎 应该是我推下山谷的两个人 和两匹马的血腥招来了狼犬 这时 沈宁脚下松动一下 终于支撑皮摔倒了下去 阿南 我实在背不动了 咱们歇会儿 幼狼 我去捡棍子防身 认识不过数天 我只是他王夫的弟弟 一个众人眼中心智不全的傻 可生死关头 他竟不顾自己性命来救我这样的累赘 随后萧南慎恍然间 忽然想起来很多年前的北山猎场 刺客袭击的混乱中 他与皇兄一同坠落 母后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救皇兄 当自己一个人在荒山密林中 拖着断腿艰难求生的时候 他的母后 应该和以往一样正红的皇兄吧 从那时起 他就觉得终有一日 他会孤独地死去 给 拿着 我们两个背靠背些一些 万一真的点背 被狼群追上 那就干他呀的 刚刚其实在想要不要自己先跑 毕竟 好不容易活一回 我可不想喂狼 但转念一下 这种时候 跟着这位未来皇帝共患难 才更靠谱啊 明知有狼群 他还回来护着一个没什么情分的傻子 这女人为了缠我身子 可真是豁出去了 或许是因为那两个人两匹马 已经足够狼群吃饱 那群狼没有追他们 沈明便背着萧南慎继续赶路 当两人来到山脚下 远远就看到一行火把 是李正带着给他家干活的工匠寻来了 回来了就好 我听老铁说你们俩天都黑透了还没回家 怕你们出什么事情 沈明 你这是怎么了 伤得厉不厉害 我不要紧 谢谢德叔 谢谢大家了 沈青松大人欺负我家阿南 他太害怕 慌万跑进山里 结果摔伤迷路了 这两口子真是把儿子惯坏了 正儿游手好闲偷鸡母狗 还欺凌弱小 我明日便去寻他们说到说到 那就多谢德叔了 快回家 走 我带人送你们回去 也是可怜 随后一行人将沈明和萧南慎送回了家 沈明赶紧给萧南慎治疗 安顿好之后才处理自己的伤 经过十多天的时间 院子终于修好了 萧南慎体内的毒素也好的差不多了 大嫂 新院子好看 大嫂 毒素少了许多了 怎么还是傻傻的没清醒 哎 顿了吃饭吧 嫂子给你做 不一会 沈明做好了两菜一汤 俩人坐在桌子前 筷子抡得飞起 吃完饭后 萧南慎立刻收拾碗筷去洗碗 就在萧南慎洗碗的时候 院门就开开了 沈明啊 听说你这儿完事了 大娘来看看 你们还有脸来 你那儿子整天欺负我家阿南 下次我要时碰到他 好好揍他一顿 沈明啊 都是玩闹呢 你房子修好了 大娘来给你挂红了 话音未落 董春花手里的纸包破漏 一块点心掉到壁上 董春花一惊 弯腰把点心捡起来又给塞了回去 这点心都快硬成石头了 必定又是董春花 那个在县城做丫鬟的大女儿 从主子家拿回来的吃剩的东西 然后挑走了还能吃的 那些吃不了的 就打包给送来了 沈明啊 你正做饭呢 这味道怎么会这么香啊 听说沈明这次修缮房子下来 花了十两银子 死丫头真有钱啊 也舍得吃 吃的什么东西这么香的 都没说给我吃点 已经吃过饭了 碗都洗了 是吗 我看看你厨房秀的啥样子 董春花说着就直接往厨房闯 可进了厨房后 看到赵楠正在洗碗 这才意识到自己是真的错过了饭点 有些失望地走出厨房 哎 听说你这里明日才结束 今儿大娘提前给你挂红 明儿可就来你家吃饭了 我这也不是盖房子 不用挂红也不打算待客 大娘客气了 点心您还是拿回去自己吃吧 拿都拿来了 哪里能再拿回去 那也忒不讲究了 好了就这么说定了 大娘明儿再来 说完 不等沈宁出声 放下手里的点心 冲自己丈夫使了个眼色就往外走去 今儿没敢抢 明儿咱们早点来 就在这里等着 不信等不到饭点 一旁沈大成不敢说话 另一边沈宁贴了眼桌上那包点心 撇了撇嘴 拿起来直接用这个鸡舍 就在这时 外边忽然传来哭喊声 当家的啊 是连二嫂子 赵统大哥出什么事了 女人前世是剑动症医学博士 死后通过到放荡女子身上 小美人 你找的个真好看 眼看着即将遭受村里人的特弃 女人却凭借前世的高超医术 成为了村里万人景仰的审核 当家的 你可要挺住啊 发生什么事了 赵猎户受伤了 掉进陷阱里 肚子戳了个洞 怕是不行了 哎 孩子还没满院呢 这算什么事啊 这 沈宁连忙挤进去 刚进来就看到赵统忽然呕出了大口血 沈宁顿时大惊 不好 有可能内出血 赶紧救人 李姑娘 我当家的吐血了 你快给看看 你救救他 李雨师是村子里唯一懂新医术的人 为了救治赵统 第一时间就喊来了他 我已经给赵统大哥止血了 但是伤口太深 怕是要寻现城里的名医 就在众人以为赵统就不合时 沈宁带着药香狂断了 野儿嫂子 你让开心 赵统现在是在那处血 外边的伤口止血了根本没用 我先用银针刺血止血 宁宁 你也懂医术吗 以前跟我外公学过一些 如今也没别的法子了 我来试试 试试 你当这是做什么呢 你男人命事啊 宁宁 你救救你赵大哥 无论结果如何 嫂子不怪你 等不相干的人都出去 别围在这里 人多了赵大哥更难受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大家都出去 别在这儿碍事 脸儿嫂子 你就认她活来吗 我总不能看着当家的死 总要试试 万一就活了呢 沈宁用银针刺血 顿时鲜血涌了出来 陪母看似不妙 便想拉着李语诗走 语诗 咱先走 我要留下来 人命关天 那刚好 劳烦李小姐给我帮下手 随后其余人退了出去 只留下了李语诗和脸儿 沈宁便在李语诗的辅助下 立马施展了现代手术 将赵桶内外部伤口缝合住 最后撒上止血粉 用纱布包好 随着手术完成 刚才抽出的赵桶也平静下来 沈宁也强出了口气 只住血了 伤口都缝合好了 但今晚肯定会高热 不会被好药 如果今晚能撑过去 应该就能活了 沈妹妹 谢谢你 有机会就好 有机会就是最好的 今晚我陪嫂子待着 随时查看赵大哥的账况 连儿对沈宁万般感谢 院子里的村民听说 沈宁救活了赵桶 都震惊于沈宁的高超医术 就在沈宁回家准备药材时 身后传来林雨时的声音 很明显 刚才沈宁的高超医术 让林雨时产生了些许嫉妒之心 沈娘子 还有事吗 你和时学的医术 师承和人了 与你何干啊 方才我阻止你 并不知道你真的通小医术 你又何必记恨我 还是说 是因为我要与裴公子定亲 你才对我这般敌事 你可能想多了 你要与谁定亲都和我 没有半点干系 既如此 方才你我通理协作 如今你又为何这般不尽人情 分明是心怀芥蒂 要说芥蒂 我还没谢过那日在陪家 李小姐你夸我一群艳丽呢 说完 沈宁转身直接进了院门 将门关上 原来是那日 那天我故意点出她一群艳丽 确实想让李正 把她进了猪笼去 谁让她整日缠着我家圆周哥哥 只不过却被沈宁给化解了 可恶 我们回去吧 这个寡妇怎么和变个人似的 以前从未听说过沈宁懂医术 却不想 她竟如此医术高超 天黑前 沈宁给萧兰胜针酒了一次 又看着她喝了 阿南 我去隔壁连儿嫂子家帮忙照看赵大哥 她今晚有些凶险 阿南自己乖乖在家睡觉好不好 那要是有鬼怎么办 不会的 我把院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鬼进不来 那好吧 你早点回来 好的好的 乖 我王还怪粘人的 沈宁出了门 萧兰胜在院子里躲步 伴随着空中金雕的客户行 萧兰胜清醒了过来 眼神变得凌厉 这金雕是一心灵信仰的猛兽 每次作战她都待在身边 阿狴 还得是你先找到我啊 比那些废物属下有用多了 可不就是嘛 第二天一早 经过一晚上沈宁的细心照顾 赵统的情况终于好转起来 嫂子 赵大哥的命应该是保住了 但是还需要恢复好些时间 嫂子万万不可 宁宁 你是我家的救命人啊 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你了 沈宁不断安慰娘 等身到婴儿的哭声怜儿 才勉强贫富 宁宁你回去好好睡一觉 不用做饭 睡醒了到嫂子家吃 好 待会儿我过来跟嫂子一起坐 随后沈宁回了家 一夜眉河眼的她保护着睡 就在沈宁子叫的时候 李正和几个邻居 往赵统家去了 得知赵统活了下来后 一行人皆是嘖嘖称奇 肚子除了个洞 居然都能活下来 沈寡妇还有这本事 宁宁年纪还小 叫她沈娘子辨识了 一口一个寡妇做什么 她又没有得罪你 本来就是寡妇吗 住嘴 该叫人家沈大夫 人能活就是万幸 我之前也听沈宁提过 幼时曾与外公学了些医术 却没成想居然这般厉害 可不就是 这可比李姑娘的医术厉害多了 恰逢李雨诗走到门口 听到村民的话 有点不悦 得知赵统得救了 李雨诗也没进门 转身又折了回去 走过沈宁家门外食 下意识我那边偏眼 就碰到沈宁的大娘 董春花运在门 这女人从家里 拿出埋藏十年的点心 给人家嘴里 想借此蹭一个门安全席 被拒绝后 就恼羞成怒 狼龙虫破口大骂 沈宁 死丫头 快点开门 老狼昨天给你挂红 你不管发 脸皮很真厚啊你 快开门 开门 自从沈宁救活了赵统 村民就对 网易浪荡的 沈宁改变了看法 正在董春花 蹬鼻子上脸 这不自觉地 维护起了沈宁 还有上门叫骂着 让人请吃饭的 说是给沈娘子挂红 就她那抠嗽样 别是用嘴巴挂的红吧 你敢信吗 我昨日瞧得分明 她带着一包点信 去的沈娘子家 你猜怎么着 那点信还是上个月 她闺女让我 从县城烧回来的 不是吧 放了一个多月的点信 拿来给人送礼啊 那可不是咋的 还有脸来要吃饭 也是没谁了 别瞧了 昨日沈娘子 给赵统看诊 今日在赵家吃饭 要不你去赵统坚 要饭吃吧 不要脸的小蹄子 欠我一顿饭呢 该天定让她还回来 沈宁自然是 故意锁了门的 躲在屋子里补觉 很快 清源村的沈寡妇 医术了得的事 就在附近几个村子传开了 毕竟 乡爷里有个好大夫 十分重要 没人愿意得罪 一个医术了得的乡爷 昨天晚上 一个汉子满头大汉 跑进院子 见了沈宁 不及接贵婶 得知是她媳妇难产 沈宁没敢耽误 拿个药箱便随她离开 沈宁离开没多久 吃傻的的萧南胜 忽然抬头 眼神变得凌厉 几道身影飞跃进来 属下来迟 还请主子责罚 起来吧 成颖 赤萧 峰落 行云 我只让金雕通知了你们几人 你们可明白我的意思啊 这四人是萧南胜 最信任的格力干将 从小便跟在他身边 主子此次受伤 难道是长宁卫中有内鬼 其余三人说 震惊 他们无法相信 长宁卫中居然会有叛主之徒 可主子这么说 必定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长宁卫部中皆是我四人亲选 却选进居心叵测的被主之徒 是属下等人失职 求主子降罪 去查吧 同宇宫中有往来的方向开始查 把长宁卫给我好好查一遍 在收网之前 别向任何人吐露我还活着的消息 那皇后娘娘呢 主子出事后 娘娘悲痛欲劫 时不下眼 憔悴了许多 需要我给你解释任何人是什么意思吗 属下于遇 主子 您的伤不能耽误 不如我们还是先回京吧 还不到回去的时候 我的伤有人照料 你们先去做事 这个沈宁的医术绝不比宫中寓医的差 甚至有些手段都没听说过 况且 如果此事回京 打草惊蛇 恐怕就查不到什么了 悲痛欲绝 憔悴不堪 母后究竟是因为失去我这个儿子而悲痛憔悴 还是因为不确定我的死讯而忧心忡忡啊 忙了一个晚上 沈宁替那个男产的产妇接生后 被那家人千万谢地送出家门 沿着乡村小路往回走 嗨 沈青松 那不是你妹子吗 您得要想给人看病去了 嗨 沈青松 你妹子好像越来越好看了 就是个寡妇 可就在这时 罩栓的脚下一个没弄 沈宁直接摔到地上 煞时间胳膊就滑得血肉翻卷 鲜血直流 啊 血 罩栓 罩栓胳膊断了 那沈宁不是会医术吗 沈宁 快 赵栓胳膊断了 我的手要残啊 要残啊 放心 不会残的 就是滑破了 我给你包扎伤口 治不治 赵栓看到伤口 魂都下没了 赶紧让沈宁包扎 这 这 只见沈宁拿出延长线开始缝合 缝合后 然后用纱布包扎起来 最后拿了一条洗干净的布条 将赵栓的胳膊吊起来 我的整废好说 但这要粉不便宜 一瓶一钱银子 你用的这些 收你二十文 下次换药还要用 不信的话 你可以回头去县城医馆问下价格 不用 不用 我待会儿回家便将银子跟你送去 行了 回去别沾水 也别乱动 会扯到伤口 说完后 沈宁变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对这几个欺负阿南的混混可没好印象 要不是看赵栓伤了 她都懒得搭理 你们说 沈宁往陪家钻的时候 她和那陪元周有没有那个啊 放什么狗屁呢 人家沈娘子那活儿是何方大娘呆着 而且沈娘子对赵沐一片 情深义重且差点殉情 你纯粹是放狗屁 诶 赵栓 你小子出息了敢骂人了 沈娘子刚救了我 往后你要是在嘴巴不干不净 我不光骂你 我还吹你 来啊 谁怕谁 你个断臂残废 沈宁回了家 将红鸡蛋给了萧南沈 来 阿南 生孩子那家给的红鸡蛋 你也沾沾喜气 谁能想到 书中那沙法裹蛋的锦用大帝 怎么这么呆萌啊 这时 之前给沈宁做水侧零件的木匠 出现在院门外 沈娘子 在不在家啊 高大叔 有事吗 沈娘子 是这样的 我这两日在县城一户富人家做活 不经意提了你做的水册 那家的公子说 想买水册的图纸 让我问问你卖不卖 听到高木匠的话 沈宁瞬间明白 他想到过 这个冲水装置肯定会受富人的欢迎 还正计划跟荣康契那位苏掌柜推销下 不成想还没来得及 却有人找上门了 那就劳烦高大叔给他们回话 明日上午 我在县城去福楼亲自将图纸带去和他们谈价 沈娘子 大叔不知道你那东西是从哪儿学来的 但是根据大叔这些年做木匠的经验 那是好东西 应该能卖上价钱 你可别被人骗了 谢谢高大叔提醒 我知道了 沈娘子 在下卫兰 京城人士听木匠说 沈娘子设计了一套水册用具 特来讨教 公子 且看吧 咱们人不说暗话 公子若是有意 可以开个好价 沈娘子痛快 我先细细看来 卫兰看着那张图纸 强压着好奇心 看了水册的介绍和外部结构 眼睛越来越亮 京城人口密集 且刚建成了地下排污渠道 如果将这样的东西普及 那一定会大赚一笔 嘿嘿 不知沈娘子可有内部结构的图纸 能否看看啊 公子既是内行 这图纸自然不能轻易看 否则我这图纸 不相当于白送公子了吗 这图纸 大献巢 职业我有 那不知沈娘子是何意思 咱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内部结构图 公子力气付钱 契约可显明 我不能将图纸给第三人看 痛快 沈娘子开价吧 两千两 一口价 这东西卖出去定能赚不少 我这图纸价格不贵吧 价格倒是公道 我一向和其生财 若是有人想在我面前耍花招 我也有手段 所以 沈娘子给我的图 最好是真的 公子不嫌弃的话 可以去我家看看食物 那倒不必了 今晚我便会让人制成 若是明日没去找沈娘子 你我这桩买卖便是成了 成交 不一会儿 蔚蓝将契约递给了沈宁 就此别过 祝公子生意长红 一套图纸就卖了两千两 果然之事就是力量啊 这下子不愁好日子了 赶紧存钱去 沈宁去得会员存了钱 拿了凭证和一些碎银子 就打算去荣康纪去购物一波 就在沈宁沿着人来人往的 长节往荣康纪走去的时候 不经意间被这边贵着的人 吸引了注意 孝子又何果认之处啊 敢如此谣 莫不是当成拖也卖的 来 让你看看身段啊 那少年抬起头 冷悠悠的眼神 让猥琐的男人僵住了笑脸 最终让人撇撇嘴离开 这是沈宁上前一步 我懂些艺术 可需我替他看诊 我没钱 无妨 我也不一定能治 要先看看再说 是中毒了吗 自从我们逃出来 毒药就起作用了 七月为了救我 把自己的解药给我吃了 自己却毒发而奄奄一息 看遍了大夫 都看不出来七月是怎么回事 这女人却看出来七月中毒了 求你 救救我妹妹 她卖相复杂 我得再细看看 你们是否有住处 我们有住处 少年说完便背起妹妹 回头看着沈宁示意沈宁跟她走 沈宁犹豫了一瞬 然后跟了上去 若是觉察到什么不对 我便及时离开 不一会 沈宁就跟着少年 就到了安抚馆 进了屋子 沈宁傻眼 这么小的屋子 竟然住了十几个半大小子 这些少年看着没什么恶意 就是脸色阴沉 戒备心强啊 先救人再说吧 谁让我这么好心呢 圆圆大哥 他是谁 大夫 他懂医术 沈宁直接走到少女身边 再度开始诊脉 这会儿神秘的少年 乃是从小被豢养在岛中的杀手 都服了毒药 只要离开岛就会毒发 当他们得知 要将自己培养成杀手时 便合伙偷了解药逃了出来 只可惜解药少了一份 女孩七月将解药 让给了其中最大的孩子 也就是这个脉身少年圆月 沈宁诊断完 也是一脸愁容 的确是毒 但毒性很奇怪 我没确切地把握能治好 或许可以暂时压制毒性 然后再慢慢尝试 当真 大哥 你信他吗 你们不用信任我 我写个方子 你们自己去抓药监药 如果有效的话再说 随后沈宁出去找纸笔来写方子 大哥 如果被岛上的人发现我们 我们都得死 说好了咱们同生共死 但七月快熬不住了 试试他的药方吧 听了这话 少年们都面路悲伤 沈宁写好药方 可刚回到屋外 就看到一行人正凶神恶煞堵在门口 你们这一大群住了一间屋 没多余收你们水费 已经是老子心散 如今交不上房费还想赖着 都快点滚 他们的房费我来给 你他娘的 这位小娘子 我是这一片的管事潘金脸 小娘子怎么称呼 我叫什么 用你管 他们的房费我套了 这点碎银子也够住了 时间半个月了 潘金脸笑嘻嘻地接过沈宁给的碎银子 不安分地摸给您的水 沈宁立马避开 想到这群小孩还要住在这里 他自己也不会在这里久留 便强忍着没有踹这货 房钱我付了 走 先进去 这些钱你拿着抓要吃饭 回头我抽空再来 记得给他吃的清淡些 任月伸手接过银子 没有开口 沈宁转身出去 可不曾想 到了安抚罐外 碰到了蹲守的潘金脸 小娘子往何处去 我是知见大人七弟 这一片全归我管 不知小娘子如何称呼 方灵几何啊 大把的爸爸叫爷爷 什么 爸爸的妈妈叫奶奶 妈妈的爸爸叫外公 妈妈的妈妈叫外婆 爸爸的姐妹叫姑姑 呸小蹄子 耍我爷看上的女人 还没失守过 沈宁躲开了那个温审 然后又去荣康记 买了好些东西 就打到回府了 混混一家整日欺负小傻子 小傻子受不了了 将混混碰到一顿 结果被混混母亲 散咬一口 说小傻子欺负人 还要报官 你这个傻子 把我儿打坏了 没王法了 走 跟我去见官 肖南盛正看着属下送来的调查信 这时 突然听到院墙外传来说话声 轻松 你说 沈娘子真的要守伤三年吗 三年会不会太久了 你不是来坏药吗 你管他守伤多久 沈轻松 你是不是傻 酸子明显是看上你妹子了 你还真瞧上沈宁了 这沈宁不安分手挤 他还力气特别大 我跟你说 往后他红线出枪 你都打不过他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 赵母下脏那活 他哭得多伤心的 而且他现在对那个傻子那么好 还等一数 给大家看病很便宜 我觉得他挺好的 等他手丧往我这提亲 这又是沈宁从哪里招来的 此时 正做饭的沈宁 忽然发觉家里的母鸡 好几天没见生蛋了 便过来问肖南盛 你打母鸡没 我是疯了吗 没事打鸡做什么 没有 那真是怪了 已经四五天没下蛋了 不是兽金莫菲时生病了 莫菲处在鸡舍旁的金雕 把母鸡下的 反正又不是我干的 管他呢 沉默一瞬 肖南盛出了院门 看着村里吹烟鸟鸟 远处的青山绿水 他叼着棒棒糖坐到门外 想到最近收到的调查线索 肖南盛垂眼自嘲 别人都觉得我军功赫赫尊贵不凡 谁又能行到 我不过是个可怜虫 孤独尚且不食子 可那个我从小都想获得 他疼爱的那个敌人 竟要狠心杀我 哎 原来肖南盛还有一个 同父同母的太子哥 已经为了哥哥的皇位稳固 并然派赤鸟来刺杀肖南盛 得知了事情的肖南盛心寒了 哟 小傻子 吃什么呢 哼 哪里吧你 小傻子受不了了 啊 心南盛正郁闷着 又没吐花穴 沈青松就送上了门 挨打活该 沈青松的身一声引得众人为官 董春花和沈宁也连忙出了院子 我的儿哟 天杀的大傻子你打我儿子做什么 看我不打死你 是沈青松先欺负赵南的 酸子 你被刺我 这时 沈宁给躺在地上的沈青松查看了伤 别乱动弹 肋骨断了一根 老天盈啊 肋骨都断了 这是要杀人啊 李政 李政你说句话啊 沈娘子 你看着 这些日子沈宁替村里人看病 大多数人都已经对他彻底改观 且惦着他的好 让沈宁给沈青松免费吃好的了 就是 不还是亲戚吗 都是一家人 什么一家人 一家人这丫头骗子连顿饭都不舍得给我吃 现在这傻子还把我儿子踢断了肋骨 我要去告官 天盈啊 没王法了 骨头都踢断了 相立相亲的 告什么官 沈宁啊 不然 你得赔点银子算了 这事没有二两银子下不来 天盈啊 果然受苦了 还要让这傻子给我哥头赔罪 真想揍死这俩人 沈宁原本已经打算稀释名人 可看到董春花母子的做派 忽然就改变了主意 沈青松 赵南为何踢你 我又不是傻子 我怎么知道他为啥踢我 你老欺负他呗 酸子你闭嘴 谁不知道你看上沈宁了 我方才看的分明 是沈青松想抢阿南的他 那都是闹着玩的 那傻子却像如此狠手 原来是想抢东西啊 虎匪啊 哼 好啊 报关就报关 我也想去问问献太爷 抢人财物还有理了不成 这堂可值好几钱银子 你们一家子是黑云寨的土匪吗 最近献太爷可是严大土匪 你怎么这么歹毒啊 沈青松是你堂兄 你居然想让他被关大牢 你如此护着这傻子 孤男管女的 莫非你与这傻子有了什么不成 刚才就够得赵栓替你说话 你还真是个浪货 把你的嘴巴洗干净再说话 村里人谁不知道 沈青松多次欺负阿南 你说与沈宁是亲戚 居然如此恶毒无知 想要坏他明捷 赵男心智不全 沈宁不管他 难道要把他赶出家门吗 连丸嫂子 跟这种人犯不着 和路边疯狗一样蜿扬 不知当生气 就是啊 还是人长辈呢 一张嘴 干分少死一样 活不成了 都欺负我吗 行了 今日只是沈青松惹事在先 沈宁负责给他治好便是 这件事变了了 沈青松的伤我不治了 董春花你们自己去寻大夫 医药废我给 银子不够 这傻子必须道歉 不然就让赵男道搁浅 他又不懂 无论他懂不懂 赵男没错 为何要认错 董春花 现在带着你的废物 我儿子滚 要么我就去县城告关 说你们和黑云战友往来 你这是诬陷 难道你不是吗 要么去蹲大牢 要么拿了银子滚 走 我们回去 萧南盛只将眼前的事 当成一场冒剧 他要查的事已调查清楚 已经准备离开了的 可这一瞬 忽然让他想起了很多往事 小时候 母后总是在我和皇兄太子之间 拉片价 永远受罚的都是自己 哎 可笑啊 如今同样的事情 心里确实有一丝暖意 片刻后 沈宁和萧南盛准备吃饭 沈宁给萧南盛做了一顿大餐 心里暗自窃喜 看嫂子多好 以后登机了 可别忘了你的大嫂啊 然而 今天的饭注定吃不安生 沈宁在不在 谁啊 我是赵家 刚从石河村回来 你爹娘让给你烧话说 你弟弟病得厉害 让你回去看看呢 我爸垂涎女人的美貌 想要以十两银子 买通女人的爹娘 而这爹娘也不是人 竟然将女人 快回家中云晕 送给了县城恶霸 我怎么头有点晕呀 不好 茶有问题 潘大人 我刚给死丫头 向了蒙汉样 她刚被买过去 是她丈夫就出征了 如今定然还是黄花大闺妮 我怎么听人说 她在村子里不是很安分啊 经常给一个 小白脸献殷勤呀 肯定是黄花大闺妮 那我要先验验货 这下沈宁终于知道 为啥沈青伯 不让她回娘家了 沈青伯也惊呆了 她爹娘做人的下限 真是太低了 爹娘 你们怎能如此对姐姐 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 赶紧滚开 沈宁强撑着摸出银针 从自己虎口刺了进去 让自己变得清醒 贪青脸 他们收了你多少银子 我十倍给你 不不不 我不缺银子 只要你 此时 沈宁拘货了卡符 将碎片握在手里 那就看看你命够不够硬了 死丫头不知好歹 潘大人敲上你是你的福气 走 跟我出去 让潘大人好好教训 哪个赔钱货 让我姐走 不然我立刻自信 我儿可不敢 那不是你亲姐姐 娘当初带着你姐姐回娘家 不小心将她捂死 沈宁是娘从河里捡起来的 什么 去捡来的 这赔钱货总不能白白养大吧 小美人儿 你放心 跟了潘爷 往后潘爷只疼你一个 沈大年两口子 一边拖着沈清博出去 一边还别笑 潘爷您自便就好 可就在这时 一道黑影忽然出现 快收拾东西 快跑 潘金脸是之县大人基地 死在咱家 肯定不会放过咱的 刚才那道黑影是肖男神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原来 肖男神本打算 在沈宁回娘家的时候 偷偷回京城去 没想到在村子里 意外听到赵家说 是沈大年让他将沈宁骗回家去 准备将他卖给恶霸 怒火中烧的肖男神 这才出现在沈家 就走了沈子 阿南 你这是一时恢复了吗 不应该啊 余毒未清啊 应该是暂时的 你这是轻功吧 忘了跟你说 余毒未清 你这样的话 毒素会反扑哦 肖男神面无表情 飞略往前 没有理他 这么冷酷 不愧是未来锦庸大帝 瞧瞧这逼格 不知过了多久 肖男神抱着沈宁 飞回家 不好 不好 你余毒反扑了 我房里还有一套银针 去拿出来 你还是先管管你自己吧 我没事 那查理萌汉要下太重了 快去取针 肖男神快步来回拿来了银针 你这样行不行 话音未落 就见沈宁拿着一枚银针 刺进了自己脖梗 煞时间 沈宁瞬间清醒过来 快 上衣脱了 这一针最多管五分钟 我赶紧给你针就了毒 肖男神沉默解开上衣 露出机理分明的上身 沈宁飞快走针 片刻后就好了 好了 也就在此时 沈宁往后一趟直接就昏了过去 第二天 沈宁终于从昏睡中清醒过来时 谁知肖男神又糊涂了 大嫂 我 昨天不都清醒了吗 怎么又傻了 你是不是在装傻 昨天你不是还是轻功了 你还记得吧 记得 我就知道你是装的 可话没说完 肖男神一遭大棚斩翅 撞到了 摔了下来 我王又开始糊涂了 昨天他可是嘎了人啊 这可咋办啊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大嫂 我 做饭吃 好 现在就去给阿南做饭 瞧瞧给饿的都废不了了 此时 肖男神突然恢复了肌子 看到的就是沈宁近在咫尺的笑脸 这女人随随便便离男人这么紧 难怪招些乱七八糟的人来 等我离开前 定要教会她如何同男人避嫌 沈宁忧心着潘金脸被杀的事 一直在村子里小心打听着石河村那边的线索 还好沈青伯已经是秀才了 否则少不了要被刑讯一番 沈大年夫妇真是禽兽不如 居然儿子都不管了 沈青伯是个好孩子 是真的拿原生当姐姐 如今沈大年夫妇畏醉前逃 他又体弱多病 处境必定艰难 也不知他怎么样了 最终 沈宁决定去石河村看看 潘金脸毕竟和支线有关 虽然沈大年已经被认定是凶手 但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多带几个人过去看看总是安全些的 等到了石河村 刚进村 有认识的人看到沈宁 便上前低声对沈宁透露消息 你家出事了 你快回去看看 李正带人去寻沈青伯了 李正沈孝东 这人坏心眼多 莫非是在欺负孤立无援的沈青伯 想到这些 沈宁家快脚步赶到了沈家 发生什么事了 请 原来是沈宁回来了 刚好我们把这件事当众说清楚 沈大年去年从我这里借了二十两银子 这是欠条 轻薄 二十两银子不是小数目 如今你爹为罪钱逃不知猴年马月才会回来 不不这银子不找你又该找谁要 你说对不对 二十两 十里八寸都知道沈大年是个毒鬼 连女儿都卖了 居然还有人愿意借给他二十两银子 就不怕还不了吗 可是 我未曾听爹娘提过这笔债务啊 你爹那人大家谁不知道 他怎会老是告诉你这些事 清白啊 这件事大娘和你大伯曾听你爹提过 杀人偿命欠债也要还钱啊 清白你看 如今你自家人都承认了 难道他们会帮我这个外人骗你不求 这栋春花又来当脚屎棍了 清白你大伯与你爹骨肉至亲 怎会看你这个招 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 周围村民们交头接耳 沈青伯被鼓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除了他 其实没人知道 他爹沈大年不是为罪潜逃 而是他爹已经被杀了 原来那日 他们一家三口逃到山中 就在他聚邻中方便回来时 这次爹娘已经被杀 夫人雕代了 要让他们死无全尸 我们从那边扔下去 用不了两日就被野兽啃干净了 他说不是他杀的 是他女儿的拼头杀的人 我们是不是该告诉夫人 那是自然 你敢随意隐瞒 我真不是他们杀的 那他们那个儿子呢 等等看 要是碰上一起杀了 斩草出根 这沈小冬听说 早就看上我家房子这块地了 现在就是想让我把地底押给他 只是没想到 连大伯夫妇二人都助这为虐 清伯 伯伯只是担心你弟如今为罪潜逃 这笔债没了说法 不然这样 你签了欠条将这笔债背过去 如若实在还不起 还有你姐姐帮衬啊 我爹娘离开前已经告诉过我 沈宁是捡回来的 无论沈大年留下什么债务 你们只管来寻我 与沈宁无关 沈宁知道 少年是想要保护他 好 这是你家的事 伯伯不干手 你把欠条签了就行 等等 谁能证明这借条是沈大年立下的 众人齐齐看向沈宁 我好心提了 你这丫头竟然不吃好歹 你既不是沈大年女儿 这事与你何干 你还不给我走开 干什么 管 叶护赵统经过沈宁的治疗后 已经能正常行走了 李正沈孝东知道 赵统不好惹 顿时停下来说回手 他举起手中借条 沈宁胡说八道 这几条白纸黑字红手艳 还能有假吗 沈宁啊 我是你大娘 还能帮着别人害倾国不成 说的也是 没道理帮着旁人害自家人啊 李正什么时候那么好心 居然借钱给沈大年那样的败了 别被听到了 怕什么 那董春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谁不知道他坏啊 其实也简单 咽下指纹就行了 沈大年为罪潜讨 到哪里去演 你们这是想赖账 好啊 一同去县 雅掌县太爷平平礼 去就去 虽然沈大年人跑了 可当年他将我卖给赵木实地下的卖身器 还在我家中 我托人取来与对比变质 其实那卖身器赵木当初 早已在沈宁人身面前烧掉了 但旁人并不知道 我早就听人说 沈宁你在清源村不守负荡 如今果然这般形势不堪 连自己被卖身的事都能拿出来说道 我也听人说 李正你速日狡诈阴险 如今也果然是没有底线 公然讹诈沈清白 和您相比 我那点谣言可真是算不得什么了 你瞎说 轻薄 你怎么说 若是你不肯认账 就不怕别人戳你几两骨吗 这笔债不清不楚 我要是认了 他日才恐遭人嘲笑 今日你拿个借条让我还债 明日他人随手写个借条 说是我爹借的 我认识不认 既如此 便委屈我姐姐拿来当年那契约 好好看看这借条是真是假 沈清白那相腼腆 要是他一个人定能认下这几个债务 谁知道半路杀出沈宁这个小寡妇 我应该早早就来的 真是可恨啊 哼 罢了 算我倒霉 这笔债我不要了 欠债还前天经地义 只要燕明首印 我们就认账 我们都不怕 您看什么 姐姐说的是 还是燕了吧 沈孝东见状 直接撕了这条 罢了 这笔债就当没有过 王后走着瞧 哼 这下 周围人哪里还能看不出来 李正是要拿假借条骗钱啊 而且是二十两白银 骗的还是落难的沈清国 真不是人 董春花两口子 刚刚还放李正作为证呢 居然联合外人坑自家自职 真是丧尽天良 没良心 真不是人 原来董春花是与沈孝东说好了 额位银子后分他一成 如今鸡飞蛋胆 忙不迭拽着丈夫去想走 大伯大娘是拿了多少好处 来帮旁人害自己侄儿的 哪里的事 你可别误赖我 也许是你大伯记错了 今日请诸位做个见证 沈大成夫妇不顾亲情 与旁人狼狈为奸诬陷我 从今往后 我沈清白与沈大成一家 再无半点干系 嘿 谁想跟你个废老鬼做亲戚 说不定改日还要替你发丧 沈宁 你个死丫头 你知道无限讹诈 要蹲多久大牢吗 不 董春花不敢说话了 捂着脸匆匆逃离 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等人群散去后 沈宁才拉着沈清白 在无人处问他事情始末 这灾祸是爹娘自己寻来的 只是 爹他死前告诉那些人 是姐姐身边的人杀的潘金脸 我担心潘夫人不会放过姐姐 有可能 还有 那赵男 姐姐确认他真的是赵男吗 我那日看的分明 是他杀了潘金脸 眼都眉眨 他还想杀了爹娘 但似乎是忍住了 我也不知道 他是赵木带回来的 赵木说他是赵男 那他便是赵男 里面还有一张药方 你按着方子继续吃药 若是有事 让人来清源村寻物 沈大年夫妇将沈宁 应验了给恶霸潘金脸 就在恶霸快要得手时 虽然胜击杀了 一丁人的女子 然而潘金脸的姐姐 是之前大人的妻子 得知弟弟被杀恼羞成怒 派杀手暗杀了沈大年夫妇 而沈大年临死前 告诉杀手 是沈宁指使萧男慎 杀害了潘金脸 得知消息的沈宁如坐针毡 寝食难安 贪妇人心狠手辣 都杀了沈大年夫妇了 会不会也找人来 直接将我嘎了啊 我王你能不能早点清醒啊 然后带飞我这个 无权无事的小老百姓啊 嫂嫂 嘎人了 唉 我王啊 你早点痊愈吧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明日我就去县城 买些防身的武器 有危险了好歹能自救 和村里人一起去 电话日下达人 第二天 沈宁就和七八名村里 一起搭乘邮车 前往县城 进了城 沈宁先去铁匠铺子 订了防身武器 随后她打算去 荣康记那边 找苏联衣套套话 路过安抚冠时 她想起来上次那些小孩 于是顺路进去看看 那个女人 说过几天再来的 是不是已经忘了 她居然真的能解读 我们按她给七月 开的药吃了后都好多了 她是神医吧 怎么办 她如果不来了 七月会不会又严重啊 都怪二月哥 哪天背后拿着刀 人家肯定看到了 都别说了 二月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家 我去找她 找不到 我就不回来了 不闹什么 下一秒 沈宁走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 我好像听到你们在吵架 求您救救他们 只要您能救他们 我便是您的奴仆 一辈子当牛做马 好好说话别跪着 我上次及时 就想替你们都看看的 但我担心你们害怕就没提 所以先让你们吃药看看再说 想必这些天过去 你们应该也知道我没有恶意了 来吧 我替你们这卖开呀 我与你签卖生气 你拿银子救他们 行吗 不用卖身 我倒是需要你们替我做点事 我打算在平民县做点生意 暂时考虑的是餐饮 医馆 你们帮我搜集一些消息 治病和生活的花费就当是报酬 如何 好 我们会好好完成小姐的吩咐 我叫沈宁 不是什么小姐 你们可以叫我沈姐姐 这些少年共识的人 从大到小分别是元月二月一直到十月 沈宁给他们都整国卖开好药坊后 留下了二十两银子离开 之后她又来到荣康体 假装买东西 随口找苏掌柜旁挑特技的问那位潘夫人 潘夫人本来是知仙大人的小姐 主母病逝后她才上了胃 那个潘夫人看起来娇弱 其实不好惹 既然不好惹 那潘金脸又是她弟弟 潘夫人应该是不会就此罢休了 毕竟沈大年已经把我供了出来 逃是逃不掉了啊 回家后还是要多给阿南扎几针 争取让她早点清醒了 沈宁没赶在单个时间 离开荣康记 去铁匠铺拿了定下的武器 又取了些银子已被不时秩序 然后直接雇马车回去了 其料又有一场危机等着她 院子里有人来过 沈宁迅速冲进堂屋 就看到桌上一张纸条 不想傻子死的话 一个人到土地庙来 说曹操 曹操道 这盘夫人的人不就来了 让我一个人去 但我疯了吗 沈宁拿了家里所有的银子 去找李正 说赵南被歹人绑了勒索银子 请他帮忙喊村民去住镇 去的话每人一两银子 若是动其手受伤 他免费治伤 治好后再给十两银子 没过多久 一大波村民们便扛着锄头木棒什么的 跟着沈宁往山脚的土地庙赶去 不是让她一个人来 那女人真不怕我们嘎了这个傻子吗 废话什么 我说走远点你们非要在这里 如今好了 马上要被包围了 潘夫人说要让那女人 以最屈辱的法子死去 怎么办 这么多人哪 土地庙中 萧南圣原本吃傻的脸庞缓缓滴下去 眼神变得凌厉 乌合之众 嘎了都嫌脏手 但脏手也要杀 你们叫我来 我已经到了 怎么不开门 老子让你一个人来 你带了一群人 怕不是想让这个傻子嘎掉 戴村民是怕你们说话不算数 拿了钱撕票 现在只要你们把人放了 要多少钱都可以 我可以给的比雇你们的人更多 当真 当然 我们百姓只想活命 不想惹事的 好 我这就开门 你别傻花招 否则我兄弟几个就是拼死 也要将你们杀了 说完 杀手就朝两个同伴使了个眼色 潘夫人不是他们能惹得起 如今只能杀了女人交差了 我们人多 不怕他们 为了银子 冲啊 日接上半咕 这女人居然怕我了 害怕就别看了 胆子这么小还敢来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 我没事 随后 赵栓带着村民冲了进来 看到满地的尸体 吓得全非拓散 看人了 死人了 是谁干的 是谁嘎的人啊 太可怕了 我杀的 国王终于清醒了 不用再担心了 刚刚还满身杀气腾腾的定王萧南胜 突然一把抓住沈宁的胳膊 大嫂 他怕 这都是你杀的啊大哥 我比你更怕 的 又傻了 萧南胜明显还没完全恢复 但几具尸体摆在那里 沈宁找李正一同报了官 支线当即判定 沈宁与赵南不担责 尸体扔到乱葬岗去 报官完回来后 沈宁十分守信 给当时去住镇的村民 每人都发银子 沈宁可真有钱啊 她一个寡妇哪来那么多钱 也不知道干不干净 给我都不想要 仙脏 呸 从比你和外人 一起去讹自己侄子墙吧 你还嫌钱脏 便是一文钱掉这茅厕 你都要抢着捡吧 放你娘的狗屁 你心眼忒坏 我都听说了 是沈宁做了个 可以冲的什么水箱 卖给了有钱人 得了百八十两银子 比你家的银子干净得多 也不知道那个小寡妇 是给这些人灌了什么药 不就是给他们治病了吗 一群势力小人 沈宁并不知道 董春花又在嚼舌根 她听说有人烧了沈家 幸好沈清博 在老师家里逃过一劫 沈宁便想着 将沈清博接过来 大嫂 我们去哪里 去见沈清白来 我们家和我们一起住 太好了 一起住 快到沈家时 沈宁就看到 沈清博一人 站在烧毁的房屋面前 我都知道了 人没事就好 走吧 去清园村和姐姐住 不行 会连累你的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我们姐弟待一起 谁再想害我们 就放马过来吧 姐姐有武器 来一个砍一个 这次闹了几条人命 我没有大张旗鼓爆关 只要直线大人不傻 肯定会约束潘夫人 短时间内 我们不会有事的 沈清博和沈宁 坐着马车上赶往清园村 夕阳夕下 双亲被杀 家被烧毁 这个青涩的少年肩上 承受了不该有的重症 这边的马车 那边的一把老枪 也在弯弹地干 经过几分钟的战斗 终于缴械 老爷真是一点 都不心疼人家呀 那不是要 威宝你这个小妖精吗 在这对夫妻恩爱之时 潘夫人吹起了枕边风 老爷 您能不能替妾身做主呀 你想让我 如何替你做主 今脸年纪轻轻 确死于非命 我要让那女人 生不如死 我要将她 我不嫌你作握 但你实在太蠢 要做便做得不露痕迹 你少那些乌合之众 居然被一个傻子反杀 还被人抓到我面前 那件事到此为止 以后不准再生事 那我弟弟便白死了吗 那是他自找的 贪金脸那得行 今日不死 贪日也是一样 可是 警察在即 我恩时此次若能升迁 便能提携于我 但遥阳剿匪一战中 定王出世生死未知 陛下如今杀一正农 你若是 在这个接骨眼上给我惹祸 我定要将你这个贱人 扒皮拆骨 记住了吗 是 老爷 一个是女人的弟弟 一个是女人的小叔子 我今天网络 已经做了个女人跟宗施醋 原来俩人与女人 都没有血人关系 大嫂 不给她扎针 让她走 她是我弟弟 给她扎针 调养身体呢 为什么要她走啊 以后我做你弟弟 让她走 我不走 我是她亲弟弟 你俩都是我弟弟 谁都不准走 哼 不行 你只能有一个 就是我 我了个去 我王真可爱 沈宁看着绝嘴的沈清博 赶忙安慰 清博 阿乃使而清醒 使而吃傻 你别往心里去 这里永远都是你家 这段时间 你身体调养的也差不多了 姐姐打算送你去读书 看着你日后高中了 好给我撑腰啊 姐姐放心 清博定情分刻苦 绝不负姐姐苦心 正在俩人聊天时 三男神清醒过来 看着赤裸的沈清博 萧男神愤慨了起来 这女人还是这般不懂避嫌 那沈清博就比他小一岁 还不是亲姐弟 竟然这般不知羞耻 沈清博本就是秀才 再加上老师陈子里的指见 很快就办妥了手续 前往献学念书 到了入学这日 沈宁便送沈清博去上学 姐姐 你给我买太多东西了 在献学念书不比别处 咱也不能丢份 放心吧 姐姐攻得起你 忽然拐角处走出两个人 沈宁差点撞了上去 哼 这是哪里来的你腿子 鲜血也是你们随意走动的地方吗 旭光 这是新晋同门沈清博 与我乃是同乡 这旭光乃是段旭光 商户出身家境优渥 素来巨傲 同门啊 我还以为是哪里的叫花字呢 走吧走吧 什么同乡 分明就是你腿子 我们好好走着路 就为你骂你腿子 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是你腿子 你就是狗腿子 你说谁狗腿子 谁答应就说的是谁 粗笔村妇 你且在胡一样乱语一句试试 此时裴元周出来解了围 旭光 我们还有事 哼 今日我还有事 算你们运气好 清白 咱们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有人挑衅你 你就反击回去 受教了 姐姐 沈宁跟沈清博收拾好东西 便带着萧南慎前往龙康祭 齐料在院子里碰到了 不可能不说的死 好像是男生 别出声 我看看去 可真辣眼睛 诱人 沈宁拉着萧南慎 跑到了县学外面 萧南慎忽然清醒了 看着沈宁 萧南慎又误会她了 这女人这段时间 还算没乱勾的男人 可今日却在县学之中 和我拉拉扯扯 可真是难改轻服本性啊 可萧南慎不知道的是 沈宁看到了 着实辣眼睛的场面 咋咋咋 古人玩得可真华 走吧 阿南 咱们去龙康祭 哼 不知羞耻的女人 随后二人来到龙康祭 掌柜苏联衣笑脸相迎 我就听着相识沈妹妹 妹妹有好几日没过来了 近日忙着照顾家帝 上次跟苏掌柜提的罐头 还没来得及坐 等坐好了送来给苏掌柜尝尝 那我可有口福了 沈妹妹的手艺 我已经见识过了 可惜妹妹不卖那是三香啊 亏大发了 正在此时 出现的男人 让沈宁大吃一惊 联衣 我说你怎么忽然不见人 原来是来了客人啊 来 沈妹妹 我给你介绍下 这是我乡共李紫园 如今实现学训导 紫园 这位便是我经常与你提起的沈妹妹 这这这 这不是那个假山里私混的人吗 嘖嘖嘖 没想到苏联邑的俊俏书生 附近竟然有龙亮之好 不擦 可别认出我来 原来是李先生 巧了 家帝沈清博往后要在线学念书 还请李先生能照服一二 久闻沈姑娘大名 小事一桩 另地的是包在我身上 沈宁意外撞见李紫园的丑事 不敢多停留 随意寒暄几句 便笑着结账离开 带着肖南慎赶马车回家 回到家 沈宁雇佣了赵栓和几个村民 在地里收庄稼 他则是在家里做罐头 原来沈宁和苏联一约好了 沈宁做好了罐头 交由苏联一售卖 所得银子七三分成 这也是沈宁想到的新的赚钱法 水果罐头的制作也很简单 适量水中加入糖烧开 再将洗干净且控干水分的水果 倒入锅中 大火烧开 随后放凉放入罐子中 美味的水果罐头就做好了 做好了 拿给阿南尝尝去 随后沈宁找到了在田间 看着村民劳动的肖南慎 扫草 甜 好吃 乖 那阿南全部吃了去 就在沈宁拍肖南慎头的同时 他突然清醒了 让我乖乖的 这女人是把我当成小孩子吗 真是离了个大铺 沈宁看着美景 顿时心旷神怡 风景真好看啊 而肖南慎顺着沈宁的视线看过去 只看到了光着膀子的大汗 这女人还是如此浪荡 真是本性难以 得 肖南慎又误会沈宁了 长得真没水眼 奥卡不说 光街就要请了女人回家做媳妇 只一女人好心给她吃罐头 她却误以为女人看上了她 不行 坚决不行 以后不许你和沈宁做生意 沈娘子人很不错的 虽然出身相野 但言谈局者很适得体 而且她弟弟在线学读书 你见了就知道了 沈宁我还真是略有耳闻 去光认的她弟弟 见过沈宁 说是个泼妇 且名声不好 你往后少与那种人来往才是 原来上级那个断续光是断气症的侄子 给她吐槽过沈清博和她的法司姐姐 掌柜的 沈娘子来了 表哥你先走 那是我们回头再一便是 葬期数年 表妹苏联一经常介绍 合适的女子给我续弦 这次提到沈宁 必定也有这个打算 表妹心性纯良 想必是哪个村妇沈宁打得如意算判 想来攀我这个高枝 哼 苏掌柜 这便是我做的甜性罐头 一罐送给苏掌柜尝尝 其余四罐劳烦苏掌柜帮忙销售 咱都说好了分成 白送我一罐哪成了 等罐头有了销路 以后再送我也不吃啊 苏掌柜 我这罐头全靠你找销路呢 那这样吧 如果销路打开了 我这罐头独家供给你们荣康记 那感情好啊 正在俩人奇乐融融时 一道冷冰冰的男生响起 香野村妇多狡诈 谈生意要小心啊 联衣 可别轻易被人几句好话就骗了 苏掌柜 这位是 这 这是我表雄乱骑症 表哥 你这是做什么 你与沈娘子初次相识 何必出言不逊 我好像不认的这人吧 也没得罪过他啊 阴阳怪气 说话这么难听 你不必隐瞒 我全都知道 我便明说了 沈宁 我这表妹做生意后的 你与她做生意的话 我管不着 可若是你想通过她 来攀我这个高枝 别吃人说梦了 你这样的我见多了 这人自恋过了头吧 怎么我还要判你这个高枝吗 不撒泡尿看看 丑人多作怪 此时 萧南盛走到了 段祺正身边上下打 这个大傻子是谁 又丑又矮 还有口臭啊 沈宁我们走 我要臭死了 数字眼敢大放去死 调哥只是赵南 他脑袋不清醒 你不要同他计较 是啊 段公子你一看就是欲无瑕资 宫而无私的人物 怎会与傻子计较呢 这罐头就拜托苏掌柜了 我先告辞 沈宁匆匆拜别苏联一 苏联一很不好意思 对表哥生出怨气 表哥 你这是干什么 差点把我生意搅黄了 哼 你方才也听到了 这村妇还在那装模作样 咬文拽字 乱七八糟的 等等 欲无瑕疵 哇 拱而无私 吧 表哥你好好想想 段祺正出身商户 却喜好失书 起初还没意识到 被苏联一一提醒 这才猛地回过沈来 王八 那村妇居然敢骂我 果真是粗鄙刻薄 活该 谁叫表哥你这帮无礼 对人家出言不逊 这边 段祺正气的面色发青 沈宁和萧南慎 来到安抚罐 看望圆圆的那群少年 萧南慎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刚一进门 就察觉到了不对 这群少年不简单啊 沈宁将留着的 两个罐头 送给了这群少年 宁姐姐 这个很贵吧 你不要再给我们花银子了 不贵 这是姐姐自己做的 喜欢吃的话 以后再给你们做 小姐之前说 让我们打探餐饮和医馆的消息 这些日子 我们搜集了一些情报 城中的医馆 城东有香云堂 城西有明星堂 都很稳定 餐饮行业 最近巨浮楼正在往外盘店 只是 似乎是被九楼月想阁击垮的 月想阁应该是背后有后台 小姐若是想在平宁县 做餐饮生意 还请慎重一些 我知道了 辛苦你们 放心吧 我会慎重考虑的 等到沈宁离开时 一众少年挤着将她送到大门口 再回到屋子里 宁姐姐人真好啊 她只当我们是孤儿 真的只是想帮助我们而已 沈小姐心地善良 若是她日日 沈姐姐知晓我们出生 不知道会不会介意我们啊 我好喜欢她呀 她就像姐姐一样 救我们帮我们 还给我们做好吃的 我想要姐姐 这群少年之道不该隐瞒 但若是被旁人知晓身份 恐怕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这边沈宁和萧南慎坐着车夫赶着的马车回村 来 阿南 闭上眼睛 嫂子给你个奖励 等萧南慎闭上眼 沈宁拿出篮子里的唐人 可就在这时 马车往一边 他嘴巴磕到萧南慎的嘴上了 这就是他说的奖励 这女人真是不知廉耻 这是传来了马夫的叫喊 到村口了 马不听话 停得及了 是不是颠着了 嘴巴疼 下一瞬 萧南慎先开车帘 走跳下车 不管沈宁直接回家了 来了杂耍班子 廉儿便找沈宁来了 宁宁去看杂耍 村口来了杂耍班子 沈宁也爱凑热闹 便和廉儿一块去了 等沈宁走后 萧南慎思前想后觉得不行 便挥手招来了 去通知他们 今日离开 经过这些日子观察 这女人品行倒不差 就是男女之事举止轻浮 说是要给赵木守丧三年 今日却亲上我的嘴了 这里是不能呆了 得赶紧离开 人只是凑热闹来看杂耻 刚打掌运的名字 竟意外发现这伙人是土匪 还差点被抓去当压寨夫人 不对 这场景 莫不是书中所说 那次土匪进村 土匪伪装成杂耍班子 将村子洗劫一空 差点涂了村子 就在沈宁疑惑之际 忽然 那些山匪中 一人起身走出人群 往村子里走 那人是不是在勘探地形 另外一边 萧南慎也收到了 金雕带来的消息 土匪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赶紧去通知沈宁 让他们早做打断 萧南慎随即出门 去寻找沈宁 突然萧南慎看到了 在尾随土匪的沈宁 又产生误会了 哼 这女人 不守妇道 竟尾随良家妇男 别出声 那是坏人 村里来的杂耍班子 是土匪假扮的 他怎么知道的 看来是我多于这份好心了 沈宁这会儿满心 都是如何度过这次危机 他赶紧拖着萧南慎 快步往李正家走去 嗯 德叔 我有事跟你说 很重要 什么事 沈宁便将杂耍班子 是由土匪假扮的事情 告知了李正 李正平了不敢大意 毕竟人命关天 那我得去亲自看看 随后李正和沈宁 便来到了杂耍班子这里 李正看了杂耍班子 瞬间变了脸色 不对 肯定有问题 这么大的杂耍班子里 没有一个女人和孩子 必定有问题 得喊人去县城报官 怕是来不及了 天已经快黑了 这些山匪 必定在等着天黑后动手 倒是可以先派人去往县城 咱们想办法先拖住他们 哇 你有什么好办法 沈宁便低声迅速 说出自己的打算 好办法 就这么做 咱们赶紧准备 好 这女人想到的注意 真是不错 冷静且清醒 就算是我麾下将领 也不一定能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 这般冷静地想出对策来 果真不一般啊 要是个首富道的女人 就好了 很快 随着罗生想起 杂耍班子收工了 周围村民 现场热热的家庭生 出门在外 承蒙各位父老相亲关照 眼见这天色晚了 不知今晚可否在贵村安置一晚 班主和诸位师父辛苦了 我是这清源村的李正 若是不嫌弃 便往我家去歇息吃饭吧 土匪头子一听是李正 眼底闪过金光 很快 杂耍班子将家伙是收拢 然后便一起往李正家走去 听说沈宁被李正请 去给杂耍班子做饭 说他做菜手一好给露一手 呸 就喜欢往男人堆里钻 呸不要脸 正说着 看到旁边被李御师 搀扶着走过来的陪母范如 董春花谄媚地笑着说 还是裴家大嫂有眼光 当初愣是将那小寡妇六了 白白给你家做了两年丫鬟 胡说什么 不过是邻居串门子 她可与我家没有干系 再胡说八道 小心你的舌头 哼 呸 这还没中举呢 就端起举人老爷亲娘的架子来了 也不怕到时候没考中丢人丢大发 沈宁将土匪的事情告诉了莲一家 将萧南慎安顿在莲二家 赵同便和几个年轻人 在村里一家家传话 原来沈宁的计划是 住得近个几家悄悄聚在一家 抱团保护自家口粮 几家共同抵挡山匪 等待官兵到来 这女人的胆子可是真不小 明知那一大群男人是土匪 还带着力气 她居然敢去下药 一旦被发现 看她有几条小命被杀 沈宁转眼便来到了李正家 和李正家里的女眷一起做菜吃 菜里当然动了手脚 这菜味道真不错 待会儿动手 一定要让这个小娘子好好尝尝滋味 这些菜都是这个小女人做的 长得好 手艺也好 今晚便将她抢上黑云带 去做鸭带夫人 香喷喷的饭菜 再加上沈宁的美貌 让山匪已经放风了净净 不一会更全晕饱了 李正和沈宁赶紧将 这些土匪拖走绑起来 这些土匪留了个心眼 一小半人守在门外 听到院子内没了声音 变起了疑心 叹娘的 那些家伙怎么还没吃完 院子里怎么没了声响 不对劲 土匪进入之后 发现院子里已经空无一人 把我们老大和兄弟交出来 否则定要让你们死无全尸 快走 这家难对付 去抢别家 然后村外会合 先抢完东西再救老大 这个时候 村民们已经按照李正的交代 相邻的几家聚一起 共同保护人员和财物 免得叫山匪一家家洗劫杀害 好巧不巧 土匪闯进了董春花家里 土匪来了 大家都是人 哥儿几个跟他们拼了 就在赵双几人和土匪抖的下 董春花 土匪 沈青松往后退 我儿快些躲起来 快点 沈青松也吓傻了 看抖着 沈青松 是个爷们儿你救上啊 我儿不能去 咱们不能去 下一瞬 土匪将赵双几人打倒在地 沈青松和董春花 赶紧哆嗦着躲到粮食堆后边 在李正家做饭那女人是哪家的 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求好汉别杀我们我告诉你们 在往西那个有棵大荣树那家 叫沈宁是个寡妇 你们去找他 放过我们吧 放过我们吧 嘿嘿 放过你们 想得美 说罢便举起长刀朝地上的赵双屁下 就在此时 一只剑 土匪 沈宁第二剑射空 但剩下的两名山匪剑士 不对掉头就跑 给我等着 有你们好果子吃 正在沈宁准备继续放剑时 却注意到自家方向传来了火光 立刻转身往家里方向冲去 对 对 谢谢大家